食貨之人 選Semi Semi 選東西 正呀 正呀 什麼正呀 這個很正呀 今天試薯片 這個薯片標榜沒有味精 有些薯片本身已經比較不放味精 因為它的標榜自然 天然的那一種 就是只是落鹽 對的那一種 但因為有一些原來大陸的品牌 都有出到沒有味精的薯片 因為有些人真的味精敏感 會吃完之後很大反應 會頭痛 流汗 臉腫 然後會吐 暈 這樣很辛苦 雖然也不是真的一個病 味精敏感 但整個感覺好像快來表現生仔生仔 都不好了 什麼 會像生仔一樣 對呀 駝仔是這樣 嘩 是呀 快來生仔的時候會 不是 駝仔的時候 駝仔 壞人的時候 死女包 你剛才說快來生 我以為會不會作動的時候 我會吐 我以為會知道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可能都會吐的 痛到吐 就是那些痛到瘋了 你為何幫她說錯 我講的可能性可能不會 我猜一下 快來什麼 現在幾千年 人家是歷史 那幾個月是不是臭臭臭 是啊 哈哈 但他們說其實這個味精敏感 未至於是一個病 所以沒有一些敏感藥可以吃 去治好它 譬如海鮮敏感 你真的可以吃敏感藥 就按住它 美精敏感就是那種 喝可樂 那些都是一些方間的方法 事實上其實是等一會 它就會散 就是這一種 如果你本身有很大反應 你當然不會想令到自己會這樣 那我也是蠢人敏感的 我還是等一會 我都沒有藥吃的 是啊 我對著我的藥 但你享受一個氣 但你以身犯險 就是一樣 沒有藥吃 是啊 所以要不就盡量避免它 但沒理由直接不吃薯片 因為很多薯片都有下味精 所以今天就給你兩個薯片試 輕輕有鹽味調味 兩個都沒有味精 那不會沒有味呢 我也想試試看 是啊 好 A 我真的沒有留意過 原來有些薯片沒有味精 是啊 因為打算它才是味精的溫藏 但這個又是我平常吃的牌子 是嗎 硬白白嘛 又是咬完之後 慘口的薯片 嘗嘗嘗嘗嘗嘗 原來沒有味精真的嗎 真是淡藥味友情 是用一些鹽的那些 咦 這樣就像很久很久 嘗嘗 什麼 做什麼 感覺像吃薯條一樣 哦 因為它沒有味精嘛 你現在吃吧 你淡著後來 我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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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淡著薯仔的力量 很厚 有段時候我喜歡買純鹽的薯片 但我猜都是有味精的 有一隻 那時候呢 就算是日本的品牌 都只是只是用鹽味而已 沒有其他味 不會加咖喱 不會加任何沙嗲 那個 那個很好吃的我覺得 我第一次試 我都不知道原來有薯片是沒有味精的 嗯 好吃的 我會買的 嗯 嗯 味道有沒有高級的感覺 嗯 有 九分 那個薯味馬上香了 很重的 很重的薯味 九分 好 到B 色火B 這個波浪形 看起來呢 是波浪形的 你不說我其實也不覺得 不是啊 慶祝不知道嘛 看這套書 我們同時間有片 你們看到有片 有片你們以為真的拍電視嗎 三個多晚 同時間有片 嗯 為何可以同時間有片 好 比較一下 這個呢 好一點 這個是我平常開的牌子 A是平常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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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調轉了嗎 不是 沒有 你繼續 對 硬過了 弄爛牙的 這個比較鬆 咬起來 這個比較好一點 日本的 美國 日本 我已經taste到那個國家出來 B這個香不香 女孩子也是 我一taste到那個國家 不知道是甚麼 閉上眼睛 你嘗嘗一下 你嘗嘗 青卷 哈哈哈哈 真的對 好厲害 對 好厲害 嗯 喜歡B 這個我經常說 日本的薯片 脆脆 沒有那麼硬 不知道我的是 輕身一點 嗯 但是原味這個不同 薯味也沒有那麼爽 哦 但是呢 二入好很多 嗯 只是薄的 如果是這樣 這樣 沒那麼硬 嗯 薯沒那麼重 嗯 就是 沒那麼厚 是 很難給 這個都沒有味精嗎 味道好一點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薯味不濃 A的薯味濃 好像吃薯條那樣 咦 那應該A的薯味濃好一點 現在這樣薯味濃 嗯 我吃慣了 日本 B 今天 便宜有好東西 耶 那你又真厲害 B那個是一個日本品牌 是香港製造的一個 原味沒有味精的薯片 其實就是他寫在包裝上的標本 是寫著沒有味精的 就是告訴你 有個指示 但是因為呢 雖然是沒有味精 但是他也有加少許化學物 就是可能令他再鬆脆一點 這一種的 就是我不知道 你說化學物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能你再豬餅一點 不明白 那你多吃一點 加些什麼化學物 然後可能是令到他鬆一點 可能 不知道 但是總之 就是亂說 但是那個就不是味精來的 但是A那個呢 但是味精會不會有味 他有很多鹽 就是沒有加味精 但是他也有很多鹽的調味 就是他沒有加味精 他可不可以加了另一種化學物質 他有 那個不是一個調味料 但是總之他的味道是來自鹽 他的鹽很厲害 但是A那個呢 就是來自英國的一個薯片 不是美國的 但是我想因為他們都是那種 比如說手造 很漂亮的薯片 所以厚身一點 厚身一點 他的感覺也像是在薯仔裡面 生剝出來的那些 是啊 那他就是用海鹽去調味 他就更加再簡單一點 就是用一些葵花油去炸完之後 再加海鹽去調味 你要做一個漢堡給朋友吃 然後放幾塊在那裡裝有型 一定是A的 是啊 B就不入流的了 是啊 B就太過零食了 嗯 不過他們兩個都是屬於高鹽的食品 不過算了 薯片都是高鹽的食品 你選了這些都吃了 是啊 雖然他沒有味精 但是都是多鹽 而且雖然他沒有味精 其實都是肥的 我見過有一家人在美國 他們更有趣 他們以往吃麵包的 他們就說很肥 結果他們改吃薯片 結果瘦了 蛤 是啊 因為麵包裡面有很多糖 還有麵粉 他們加很多糖還是鹽 我忘記了 鹽也有的 其實原來加得不是少過薯片很多 是 因為跟薯片吃到口 發覺很鹹就會停 麵包你停不了 所以他整家吃麵包 轉成吃薯片之後 整家都瘦了 他們有沒有生了很多飛脂 因為我經常覺得 外國人是沒有熱氣的 哈哈 生飛脂不是關於熱氣事的 不是關於熱氣事嗎 因為戒損了嘴 都沒有關係 是你身體的抵抗能力變差 你的口腔就擀爛了 你說過 他那次說過 很多次的 我說我擦牙嘴都很熱氣 他說自己擦牙 擦到自己生飛 說你瘋了 我罵過一個死女包 死老女包一次 死女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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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死老女包一次 你的死女包又來多一次 不要記住 你罵完死老女包 你就死老細胞 哈哈哈 死老細胞 你要明白這些東西是會一代傳一代的 哈哈哈 真身不適 殺了一個我還有千千萬萬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看過能力不好啊 這樣就容易生飛脂 不過可能你整損了 發炎也不奇怪 容易細菌感染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我都不好認識的 我都是看法而已 不要退縮了 你罵我的 那次 不是啊 唉算了 現在對著年輕人 免得跟他們弄得這麼堅硬 弄得太硬不行 其實他不年輕的了 是嗎 其實他不年輕的 我都知道 價錢其實不是差很遠的 這兩隻 A那個雖然是貴一點 但一包都是三十塊左右 B那個雖然是相當的份量 是二十三塊的 那這也不是特別便宜 不過那個很大包 我們小時候已經吃薯片了 所以我腦裡是七塊一包 七塊八塊已經是很貴的 過十塊就覺得這包東西很貴 是啊 但現在普通的香港製造薯片 都要十塊包了 正常不是很小包 他在日本賣多少錢 你記得嗎 日本賣多少錢 日本賣多少錢 都不用十塊 一千日圓 一千日圓 不用吧 五百日圓有的 不用 有有有有 有時候在藥房門口 買那些一桶桶的薯條仔 五百六百日圓 不是啊 如果一杯杯 我們喜歡吃薯條 一百多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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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都要 哈哈 我們兩個老人家 不進樓 五百日圓 五百日圓 不是三十五元 五百日圓太貴了 三十五元 鮮餓 一百多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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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覺得 一百多日圓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一百多日圓便便宜 買水 八一圓 買 是啊 我找到九十八圓 即買 買幾支 買幾支 兩公升的烏龍茶 三百日圓 那些已經很開心 是啊 好 自己選吧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